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今天呢這個影片我們要來談一談 養蘭花啊 平日到底在觀察什麼 在看什麼 喜歡蘭花的朋友都知道 而且你可能也有這種現象 就是呢一大早一起床 第一件事情馬上去看你的蘭花 可能都還沒有刷牙洗臉 然後呢 一天下了班 回到家要上床睡覺之前 都已經很累了 你還是一樣 就是要先觀察一遍你的蘭花 每一顆生長狀況 好像 對你小孩子那種 百般的呵護一樣喔 把他們看作是你的小孩子一樣 早上看晚上看 然後甚至不在家的時候 上班的時候也在想 哎呀我蘭花現在怎麼樣 這個都沒有關係 這就表示說你真的對你的蘭花很關心 對不對 你你種蘭花的毒種得很深 跟我一樣 但是呢 其實不是只有看 我們應該要去了解說 你平日在看你的蘭花你在養蘭 那你在修身養性的過程中 你要看哪一些東西 要看什麼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 其實主要要看的東西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根 蘭花的根系 第二個是他的葉子 第三個是病蟲害 不過呢今天我們還是先討論根 根葉子的觀察 因為病蟲害的東西呢 其實要講起來 要簡單很簡單 要複雜也相當的複雜 養蘭花呢 其實就是在養他們的根系 根系養得好 蘭花一定就健康一定會好看 根系養得不好 蘭花一定也會長得不好 畢竟他們的根有很多重要的用途 除了大家知道的吸收水分 吸收養分的用途之外 他們還有固定本身蘭花植株的 這樣一個重要工作 記得嗎 蘭花在天然的環境裡面 是生長在樹上或者是石頭岩壁上面的 所以他們的根如果不好的話 怎麼會能夠生存的下去呢 對不對 蝴蝶蘭的根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粗 真正的根只有裡面細細的一條 而外面的那一層會爛的東西呢 其實是一層能夠吸水分吸收養分 止淨不出的根被 它叫做根被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根外面裹著一層被子 這樣子比較容易記住這個名詞 以顏色上來說 這個根被英文叫做Vellament 乾的時候是銀白色銀灰色的 如果濕潤油水的情況之下 這個根被它會呈現的是綠色 那如果你看到你根上面的顏色是咖啡色啊 深土色啊 土黃色啊 這可能是已經爛掉的顏色 那觸覺上來說 這個根啊 如果捏起來還有硬硬的有扎實的感覺 根應該都還有它的作用在 也就是吸收水分吸收養分然後根固定 那如果這層根啊 可以被你一拉輕輕一拉 它外面的那個根背就好像皮一樣就落下來了 這個根其實就已經爛掉沒有它的作用在了 所以也就可以修剪掉 那如果根啊已經乾乾的脆脆的了啊 這個根也其實已經跟你說再見了 所以你也可以很放心的能夠用消毒過的剪刀把它修剪 修剪掉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葉子方面的觀察 其實不外乎啊 要觀察的葉子的部分就是它是否變黃了變皺了 健康的葉子一般都是淡綠色的 當然有些品種它們的葉子顏色也會比較深一點 但是如果太過墨綠 有可能是陽光啊日照不夠 那如果顏色 葉子的顏色太過淺綠 除非是原生種的蝴蝶藍 它們的葉子一般都比較淡綠色一點的話 如果不是原生種 你的蝴蝶藍可能就是日照太多了 如果葉子變皺 就是因為缺水 那缺水的原因 不是因為水分不夠呢 就是因為根系有問題 而導致藍花植株本身無法適當的補充水分 再來如果葉子上面局部呈現有黃黃的 或是淡咖啡的這種燒焦啊乾乾的狀態啊 那你的藍花應該有曬傷的狀況發生 那這邊我們說到曬傷啊 就必須要談一下陽光跟藍花之間的關係 藍花需要的光線啊都是間接的日照 間接的陽光 直色的陽光很快就會把你藍花的葉子曬傷 所以一般來說啊 朝東跟朝西 甚至有時候朝北的窗戶啊 都蠻適合養蝴蝶藍的 而朝南的窗戶啊 則比較適合喜歡陽光多一點的藍花品種 比如說加德利亞藍 特別是萬代藍 然後文青藍也是一樣 這三種藍花的品種種類 是比較喜歡陽光多一點的 比起蝴蝶藍來說的話 不過即使這些喜歡陽光多一點的藍花品種啊 他們雖然說適合朝南的窗戶 日照一定也都是需要是間接日照才比較合適喔 如果你有去參訪過專業的藍園啊 其實他們很多都有蓋溫室 而溫室的最上方一般都是這種半透明材質的屋頂喔 那如果沒有溫室的話 你去看這些陽藍的藍園啊 其實上方也都會用一些那種黑色半透明材質的簾子啊 或是蓋布來提供間接的日照 那最後啊我們來討論一下居家環境常見的陽藍地點 剛剛說過了窗戶其實是最適合的地方 不過也是要注意到日照是否是間接 然後跟這個日照的長短 陽台的話呢壞處就是冬天寒流來襲的時候呢 必須要把藍花移到室內 因為在外面有可能 另外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會有蟲子的問題 我知道有人也會把蘭花養在浴室裡面 不過我個人覺得雖然說浴室裡面的濕度還有溫度啊 可以有不錯的環境提供給蘭花去吸收水分啊等等 但是呢我覺得日照會是一個問題 那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通風 通風也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加濕器或者是用這種底部下面啊 有水盤的方式 那在水盤裡面放小石頭或者是發泡鏈石來增加蘭花周圍的濕度 那這邊為什麼它要放小石頭或是發泡鏈石 是因為水啊 如果你只是放一個盆 一個水盤 然後裡面就是直接加水 因為它有表面張力 所以呢它蒸發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那如果你加了小石頭 那它石頭就是有很多的面 就是在跟水接觸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會把那個水的表面張力就是減低 那它這樣子呢 水跟石頭小石頭的尖細的中間就比較能夠蒸發 那你同時這樣子就會增加蘭花周圍濕度的百分比 那不管你蘭花養在家中的哪個地方啊 就算換地方也要盡量以季節喔 來當單位換地方 不要說欸這個星期我放這邊 下個星期我放那邊 這樣蘭花一直不斷的需要去適應不同的小環境 在你家裡面的小環境喔 特別是即將要開花或是正在開花的蘭花 你真的應該要避免挪來挪去這樣的動作 因為蘭花他真的很不喜歡被打擾 以上呢就是今天為各位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也希望你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也同時別忘記打開旁邊的通知鈴鐺 這樣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任何的指教 也非常歡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